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3月27日 今天看到维权网的一篇报道 有一个访民 他叫谢彦林 据他披露的消息 著名的维权律师 卢廷格被抓走了 这个消息是27号今天发布的 他讲他是 我是河南郑州的谢彦林 去河南人打官司 请河北的律师帮忙 打什么官司呢 关于防止强制执行案 和行政处罚申诉案 那么他请河北省 施家壮的律师 卢廷格代理 那律师给他代理案件 那个很正常 对吧 律师就是做着工作的 为犯罪嫌疑人辩护 或者是为那些要申诉的公民 给他们代理文书 这个是好事 越来越多的律师 这个帮助这个底层弱势群体 对社会进步 社会稳定 是件大事 大事非常重要 原本是应该支持 没有想到 结果呢 他在下午4点钟 到石家庄高铁站 准备坐4点23分的高铁 到郑州期 也就刚才 说27号下午4点20分 四五名警察持传唤证 将这个卢廷格强制 带离了高铁站 把他压到了住所附近的派出所 那就说近身 不让他发言发声 这个访命叫谢叶林 他说呢 要强裁我的房子 我请的律师 还没来就被抓了 天底下还有说理的地方吗 这个他对石家庄警方啊 违法传唤 卢律师的行为 表示严正的抗议啊 同时他也恳请这个 大家关注这个卢律师的安慰啊 他认为这是一起 严重侵犯律师职业权利的事件啊 这里边还公布了卢律师的电话 是130-1216-113 那么给大家看看卢律师的这个光辉形象啊 这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威权律师啊 不怕中共这个各级官员的打压 一直在抗争的啊 一个了不起的这个大英雄啊 在现在中国这个黑暗的时代啊 能够像他这样的人不多呀 我们知道这个卢廷格律师啊 他这个就是因为给老百姓啊 底层的弱势群体威权啊 遭遇了啊 这个多次的这种政治迫害啊 2019年12月14号 卢廷格被当地派出所 以寻衅自私主义传唤 被他扣押了大半天释放了 公安主要是问他 强加他一个罪名啊 是否在网上发布了 SS的武器来源中国这个言论 其实这个完全是虚构了 他从来没有讲过啊 那么呢 卢廷格表示根本没有发过这些言论 第二天 他收到了施加庄 律师协会的立案调查通知书 指控他在网上发的一些言论呢 这个不当言论 我查阅了一下 卢律师在推特上经常发表各种各样的观点 但是这些观点不论对错 应当讲受到法律的保护啊 因为中国的法律宪法里讲到 群众有言论自由的权利啊 但是中国政府从来不执行 说一套做一套啊 反倒对那些敢于 就批评政府的啊 或者是政府发表言论 不能就是一致的观点的人呢 进行打压 这也是一个常态啊 那么最严重的是 在2017年 卢廷格在代理法轮功学院的案件时 被四川省会 甚至四川的惠立法院啊 这个警察叫李鹏 殴打的昏迷了 有个警察叫李鹏啊 殴打的昏迷了 办公电脑和手机都遭到扣押 多次投诉 维权多年也没有结果 当地那个警方肯定是保护警察了 是吧 警察作恶 没有人敢动他 因为这个上上下下这些当官的 都需要警察来这样老百姓 不敢得罪警察 中国是一个被警察绑架了的一个啊 这个半军事管制的 这个警察国家 叫警察作恶 这个是非常普遍啊 所以这个卢廷格 这个非常生气啊 对于这个司法局 非法干涉他的职业 这个权力 司法局关于骚扰他父母 进行失明举报 但是他却遭到了这个报复啊 说卢廷格 这个了不起啊 而且在2019年 竟然大胆的法旗公民联署 准备向两会提交什么呢 修宪提议建议书 要求改善立法环境 被这个警察当时带走啊 一度失踪啊 也就是说他这个 修宪提案建议书 针对的就是习近平的 道行逆事 就把国家的大法改了 改成了这个国家主席 这个终身制这个问题啊 的确是一个倒退行为啊 他敢于在国内这个严酷的情况下 挑战强权 这一点确实了不起啊 所以呢 他曾经这个有一个事件呢 是非常的轰动啊 就是在2020年2月1号 他这个写出一个举报信 举报施加庄司法局 举报这个向司法局啊 举报这个律事协会 因为律事协会涉嫌什么呢 侮辱诽谤这个律事 要他赔偿精神损失一万元 啊 而且呢 结果呢 这个案件呢 就不但没有啊 获胜 反正遭到了进一步的 这个政治的迫害啊 给大家看看 这是当时他举报信的内容 我记得我好像讲过一次啊 大家可以从网上就查阅啊 也就是卢廷格是一个非常坚定的啊 维权主义者 不仅是给底层老百姓维权呢 给犯罪嫌疑人 做这个申诉 做辩护 而且自己本身也在不停的抗争啊 确实是非常非常的这个了不起啊 你看 这是2020年1月3号 卢廷格发出的立案要求书 一年没得到回复 你看 他自写的也是很漂亮啊 龙非凤夫的啊 这是一个了不起的维权律师 没有想到现在 中共不但不鼓励啊 反倒对他进行了抓捕啊 那么这一次 不知道能给他惯要到什么世界啊 以前有几次 他这传唤完了之后 就释放了 但是现在这个形势特殊啊 不知道会给他强加什么罪名啊 今天 我从网络上这个 查阅了这个 卢律师的一些言论呢 有一些这个观点是非常戒类的 这个说不定是因为这些观点啊 这个 刺激了这个专制 大家都知道中国是没有什么这个法律 不是独立的 全看当官的 虽得纪别高啊 当官的签字 批示 因为他得罪的人太多了啊 对各级官员 他都敢于提出批评啊 你看他在网上 发的这个 一些这个 这个小文章啊 是读不长 但是都特别尖锐啊 都是批评了各级政府的 这个立法行为 各级警察的行为啊 可以这样讲是一路走来 天天抗争啊 天天得罪这些当官 你看 他曾经拍了一张照片 显示一个官员 背着手啊 特别的狂傲啊 你看 给大家看看 这个官员一看就是 这个 冷眼向阳看世界啊 这种这种镜头啊 这都是中共统治下的官员 地方官员 模仿这个 伟大领袖习近平啊 所以说是 奥斯 假如平死世界 他不是了 他都尿坎 这个自己的国民啊 看美国是 过去是仰师 现在是平死 也开始歇视 在外呢 到处斗 得罪人啊 在国内 也是 这个 打压啊 敢于批评的老百姓 所以卢廷格是一个什么 是一个非常的典型的啊 敢于抗争的 这样一个 著名的 这个威权律师 如同这个 其他的律师 这个 我们都知道 高智晟律师 现在失踪了 到现在哪里 这个人找不到 估计是把他给藏起来了 也就是担心了 他的知名度太高 影响力太大 因为他曾经搞过一部 中国联邦宪法 你想想 还写了一本书 这个 律师 中共将垮台啊 虽然他律师的过于乐观了 中共还没有垮 但是我相信这是一个大的趋势啊 此外还有这个 更多的律师 这个 遭到这个 政治迫害啊 你想这个江天勇 到现在还在软禁 兴满都释放了啊 也没有这个行动自由 据说被软禁在 这个河南的 山东省的啊 一个一个地方 那么还有一些律师 这个也是这样啊 在中国看来 要给底层老百姓维权呢 这是非常危险的质疑 这个赚的这个律师费 很少 就反倒这个 肩膀上压的压力是最大的 所以逼迫现在中国 更多的律师是什么 变成了听话的啊 这个只把律师 当成一个胜意这样的 一个群体 你看很多的 这个大牌律师 都非常有名的 过得很好的 很滋润的 都不是什么雷犬律师 大部分都是什么 打这个经济官司 因为打一个经济官司 民事案件 不愿意打刑事案件 更不愿意碰什么呢 这个敏感案件 比如说你为法轮盟学员去辩护 他肯定要打压 你为那些这个艺人士 他也打压 把这个律师们逼到一个 这个赚钱的一个下载的通道 通道去了 鼓励你们一切向前看啊 有了钱以后 你想更有钱 过奢华的生活啊 比车 比房子 比这个美女啊 比物质享受 这样就避免自己 钻职 这个统治啊 被推翻 这是中共共产党的一个 一个这个用心 用心良福啊 你像这个卢庭阁这样的 律师凯迪斯 站在风口浪尖上 正因为这样 我们要为他呼吁啊 呼吁这个 呃 广大的网友们 关注这个卢庭阁的案件 微观才能产生力量 力量才能产生冲击啊 逼迫他 这个中共的集权统治啊 在这个卢庭阁这个事情上 能够让他们退步啊 现在不知道再过几天 这个卢庭阁这个案子会怎么样啊 那么今天呢 海外其他节目 到此结束 非常感谢广大网友的收看 谢谢再见